大概比較新進的 不記得以前的這個 那我今天還特別帶來 我的副總統回憶錄裡面 翻出就座 質疑政院版公投法要求連署人 附上身份證引本是侵犯人權 民進黨籍前副總統呂秀蓮 來拜會更隔空 向行政院長蘇貞昌喊話 也許一時無心 甚至我也不相信蘇貞昌院長 作為人權律師 會拍板定案 這樣一個版本 很可能他手下作業 他一時疏忽 所以必要的時候 我也願意去請教他 就在民進黨團會議室 呂秀蓮公開打臉 黨籍立委還不斷狂cue 幹事長管閉靈 要他別忘記 當初一起打拼的初衷 我們管理委馬上記得 當時的 多得清楚 我也一起推動 我們的管理委是最資深的 所以他馬上說 他當時都有參與 維護人權的立場 能夠把全政院的不當的修法的草案 可以加以制止 好 謝謝 不能夠因為少數人 我認為也不是故意 很可能是過失 結果你要處罰全民 以後18歲以上的聯署 通通要付身份證 政院版被自己人開栓 只見黨團幹部臉色鐵青 勉強微笑 但就是不結招 反而是國民黨立委再度擺出 已故民進黨立委蔡同榮 人形立牌敞開大門 歡迎呂秀蓮 這個公投法的修改 我也是以當事人的身份來表示關鍵 那會不會修改完之後 影響到 影響到 人都不買 將人權標準是否著實金飛 恐怕得先說服黨內統治 記者人家會 王志文 SNG小組 台北採訪報導